小星在家突然看到一个黑影 你看到什么了 拜托不要突然叫这么大声了 小星看到的黑影到底是什么呢 这天美牙收到了一个快递 看快递单是从北海道寄来的海鲜 小星和小葵跑来好奇寄了什么宝贝过来 难道是鱼吗 接着美牙就打开包装 一看竟然还会动 看来是个活的 然后美牙解开袋口 往里一看 从没见过这玩意儿的小葵瑟瑟发抖 这时电话响起 接通了电话才知道是秋田的爷爷打来的 这时小星得知是爷爷打来的 爬上了美牙的大腿 完全不知道小葵被爬出来的章鱼吓跑了 章鱼一路紧追 等美牙和小星挂完电话后 才发现章鱼不见了 可他会逃到哪里去呢 聪明的小星发现了他留下的足迹 一直找到了客厅 可到了客厅后就不见了 只见小葵指了指 在厨房 小星和美牙连忙跑进厨房 却没有发现章鱼的身影 小星爬上桌子 一转头 你看到什么了 小星连忙指了指后面 可美牙一转头 却什么也没看到 突然 随后两人追着章鱼跑 章鱼直接溜进了壁橱里 美牙让小星进去抓他 小星刚爬进去 低头一看 紧张的美牙连忙拉开壁橱 这时小星爬了出来 美牙从被窝里钻出来 还迈起了吗 干嘛一个人在那边脚像身呢 转头就让小星再进去一趟 还得土豆头上装上手电筒 美牙特意交代 进去了把他赶出来就行 小星再一次深入敌营 爬过箱子却发现脚下是空 突然 美牙连忙问怎么了 却看到小星已经惨遭毒手 急得美牙直接伸手去抓 这时小星得到解救跑了出来 而章鱼已经完全吸到了美牙的手上 这时小星让妈妈就这样把他抓去盾了 美牙觉得有道理 可下一秒 小葵撒腿就跑 可小葵还是被抓住拖进了桌子底下 小白好奇发生了什么事 另一边小星连忙喊小白帮忙 一起包抄拿下章鱼 只见桌子一阵震动 拿着锅的美牙见识不妙 低头一看才知道 全都输了 于是掀开桌子 先把小葵解救出来 接着又解救出小星 没想到章鱼把小白捣马齐 小白痛得撒腿就跑 直接跑出了家门 这时提早下班的广志 正高兴马上到家了 就见到前面的一幕 美牙连忙喊广志抓住他 收到消息的广志脱下鞋子 然后 一招双杀 晚上一家人终于吃上了章鱼肉 别说味道真好 这时又送来一份快递 一看又是爷爷寄来的 爷爷打来电话说 又给你们寄了几只螃蟹 巴哦 哇哦 巴手 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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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